4月28日,据港媒报道 曾江女儿曾沐雪现身练房任领父亲遗体 刚经历丧腹之痛的她,神情哀伤 但仍有礼貌跟守护在此的记者打招呼 知名演员曾江昨日传出死讯 消息一出,轰动整个娱乐圈 已经87岁的她,年岁见长后 听力下降,需要带助听器 行动也不如从前灵活 出入会拄着拐杖 不过,她的精神状态一直很不错 半个月前,她出国旅游兼工作 还去了很多平民化的地方消费 玩得不亦乐乎 没想到,曾江返岗住隔离酒店期间 身体感到不适 26日,她打电话给女儿 说自己胸口有点痛 喊女儿送药和外卖来酒店 没想到,27日,她被酒店工作人员发现 倒卧在房内昏迷不醒 救护人员来到时,她已经永远闭上眼睛 丧父后,曾沐雪虽然很难过 但仍强打起精神,到练房任领父亲遗体 准备帮父亲办理身后事 曝光的现场照中,她穿着一身素衣 扎着马尾,打扮低调 她的身边陪伴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士 对方是她的丈夫,曾江的女婿 面对守护在此的记者 曾沐雪在门口停留了一阵子 双手合十,跟大家说了一声辛苦了 才走进练房,表现相当友善 跟她老爸曾江生前的作风很相似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 逗留了一个小时后,她便处理好相关手续 谈到父亲的身后事安排 她说仍在商讨,希望低调处理 原来,在得知老公曾江离她而去之后 她独自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熬了一夜 港媒的这段报道里,文字细腻,比触哀伤 让人仿佛隔着时空就能看见 在空屋中独自一人黯然伤神 思念王妇的悲伤女子娇娇 娇娇在接受采访中表示 我一定能挺过去 人生悲欢离合的事都是常态 我应该要面对和接受 就是还需要时间 在外界看来 曾江虽然一生有三段婚姻 但他却不是个花心的男人 反而是一个痴情长情的男子 曾江的脾气固执霸道 甚至有些不尽人情 但百炼钢化成绕纸柔 在他遇到女演员兼配音演员娇娇的时候 曾江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了这个 他在人世间最后爱的女人 晚年,曾江游走于中国内地 街拍不同的影视剧 陪在曾江身边的都是娇娇 在资深制作人甘国亮 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的一张 他和曾江娇娇夫妇的合照中 我们能看到 曾江的手牢牢握住了老婆娇娇温暖的小手 虽然二人的脸上爬满了皱纹 写下了岁月的痕迹 但夫妻俩面对镜头时 笑意盈盈 一副岁月静好的平和 这样的温暖场景不止发生过一次 彼时 娇娇凭借电影《窃听风云2》 拿下长春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的时候 陪着娇娇走在电影节星光红毯上的就是曾江 夫妻俩携手一路相伴 在红毯上一起面对镜头 彼此握着的手从来都不舍得分开 娇娇的个性强而不悍 外表看似百般温柔 骨子里坚强又有原则 而有原则这一点 恰好跟曾江的三观非常合 在遇到曾江之前 娇娇有过一段婚姻 1963年 20岁的娇娇嫁给了比她大十多岁的台湾男演员黄宗迅 彼时 娇娇只是一个在台湾省内影视圈里混得很一般的女演员 1966年 在香港发展的黄宗迅 突然发生车祸 心急的娇娇跑到香港亲自去照顾老公 没想到机缘巧合 娇娇被导演张彻一眼看中 请她和王宇一起参演电影《独臂刀》 二人担当男女主角 更加没想到的是 电影《独臂刀》创下了香港电影票房的奇迹 至此娇娇名声大噪 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黄宗迅在1976年再次发生车祸 这一次他没有逃离死神的追逐 最终撒手人寰 只剩下娇娇和儿子独自在香港生活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 正处于事业发展巅峰的娇娇 放弃了在大荧幕上光鲜的女演员生活 而是转做幕后配音工作 就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儿子 娇娇与曾江结识时是寡妇的状态 还带着一个儿子 而曾江有过两段婚姻 有一儿一女 大儿子是曾江和已故女明星蓝蒂所生 多年来 大儿子与曾江交往不多 常年定居在国外 曾江甚至在接受采访时感叹 他这个儿子生了跟没生一个样 女儿曾穆雪 是曾江与第二任太太邓拱碧所生 女儿非常贴心 像小棉袄一般 与曾江的关系亦父亦友 娇娇和曾江很早就认识了 是曾江主动追求的娇娇 起因是有一次曾江骑着摩托车 带着娇娇去配音 娇娇坐在后座有点害怕 流露出百感交集的复杂表情 曾江一问才知道 原来娇娇已故的丈夫黄宗迅 就是因为骑摩托车出的交通事故 而意外离世的 那一刻 曾江心里莫名感动 认定眼前这个善良的女子 有可能与她的人生产生交集 娇娇在1994年和曾江在新加坡结婚 彼时 夫妻俩的年纪都不小了 所以 结婚后至今没有再要孩子 让人欣慰的是 曾江的女儿曾穆雪 和娇娇的儿子 两个人毫无血缘关系 却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一家人经常在一起聚会 在得知曾江离世后 男演员吴彦祖发文表示 自己的亲生父亲过去之后 没想到 他在荧幕上的第一个父亲 曾江也走了 吴彦祖的言语之间满是哀伤 对吴彦祖而言 曾江是他荧幕上的父亲 娇娇就是他在电影里的母亲 二人在电影《窃听风云》中 上演了一段感人的母子情 吴彦祖和娇娇 从整个人的气质 样貌 甚至鼻子侧面的形状上 都非常相像 这让不少网友直呼 他们就是荧幕上天生的母子当 如今 曾江嫁鹤西去 独留娇娇守在空屋 一夜未眠 夫妻俩天人永隔 曾经温暖牵着的手 曾经的那份默契和温柔 永远停止在了这一刻 事实上 曾江不止一个女儿 她还有一个亲生儿子 但已移居国外多年 可能是父亲离开得太突然了 她赶不及回来 全程没有露面 年轻时俊朗不凡的曾江 不仅深受影迷们的欢迎 还吸引了不少异性的目光 六十年代 她与女星兰蒂相识相恋 继而走进婚姻的殿堂 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可惜 这段婚姻维持了大概十年后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离婚后 兰蒂带着儿子去了加拿大 便从此销声匿迹 一直郁郁寡欢 没有再结婚 最后不幸离开了人世间 留下儿子独自生活 在儿子年幼时 曾江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见面 也导致曾江儿子 对这个父亲并不是非常熟悉 也没有太多感情 母亲去世后 儿子无人依靠 便离开加拿大 回到香港找到曾江 与曾江一同生活一段时间 父慈子孝 家人和睦 但是儿子却突然化身成啃老族 多次找父亲曾江要钱 在曾江将钱交给他后 就会突然消失 不见踪影 这让曾江也非常悲愤 直言自己 虽然有儿子 但是等于没儿子 父子俩的关系 开始越来越生疏 最后便再也没有联系 单身了很短时间 曾江便娶了模特邓拱碧 婚后生下女儿曾慕雪 巧合的是 这段婚姻也维持了十年便结束了 离婚后 曾江和邓拱碧关系一般 加上邓拱碧二婚老公 对曾慕雪宠爱有加 以至于曾慕雪跟曾江关系也一般 直到曾慕雪长大成人 才跟曾江多了往来 这几年 父女俩感情越来越好 与曾江感情很好的外甥女王新平 目前已赴台 为月初去世的父亲王宇 办追思会 估计短时间之内 赶不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